需檢必檢 即是要引用我們的規例 強制要求指定人士要在短時間內接受病毒檢測 稍後延伸到幾萬位的的士司機 我們發出強制檢測令後 到目前為止有37個確診個案 是從這些強制檢測在我們的社區檢測中心 是識別出來的 所以要繼續有效地進行這個工作 在應檢盡檢方面分得很散 早前我都說了共有70個目標群組 是進行過應檢盡檢 各個有關的部門已經獲指示 需要重新啟動這些目標群組的應檢盡檢 包括在一些紀律部門的前線員工 包括在航空事業裏做的工作人士 我們都呼籲 亦會配合做應檢盡檢的工作 至於應檢盡檢基本上是給市民安心 現在提供的服務就是在醫管局47間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 繼續派發胸口退役的測試樣本 收集包的派發將由現在每天的4000個增加一倍 到每天的8000個 目前121個郵局已經每天一共派發4000 鑑於使用率是很高的 這幾天看到這兩個給市民自願檢測的派樣本評 使用率都超過九成 所以我們盡快會在郵局那裡增加派發量 亦都已經跟港鐵公司相討 稍後會安排在主要的港鐵站 亦都會派發樣本的收集包 讓市民可以自己拿了 採了樣子後 即是這個胸口退役交給指定的地方進行檢測 檢測中心已經由早前的4個增加到9個了 今天這9個中心每天可以提供過萬個檢測 除了原本的用途給市民付費來檢測 其實現在很多中心在做的 就是我們原本設計的另一個用途 就是說當有我們需要強制檢測的時候 我們也是叫市民如果不想自己安排給錢做 可以去這些檢測中心做 到目前為止掌握的數字 屬於強制檢測的組群的人士 在社區檢測中心已經做了14000人 我們會在這個星期內 在九間以上再增加多五間 這些社區檢測中心 只要我們全面評估過我們的化驗所有檢測能力 我們在物流方面可以有效地處理到 將這些樣本準時交到化驗所 特區政府會很樂意不停在各區 擴大這些社區檢測中心 這是我們希望保留一下 風塑的手部 維修